今天上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阳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吴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出席会议 肖阳在做报告时说 过去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确保法律严格实施 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了贡献 肖阳表示 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惩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审劫贪污贿赂赂资犯罪案件达12万件 肖阳在报告中谈到了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 其中包括坚持公正司法 一心为您指导方针 切实解决一些案件裁判不公问题 贾春旺在报告中表示 五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着力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在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 促进反腐畅连建设方面 五年来高检供立案侦查贪污贿赂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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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 179,696件 集中力量查办大药案 立案侦查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 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案件 35,255件 涉嫌犯罪的省部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35人 完善境内外追逃追赃机制 抓获再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547人 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 贾初旺表示 2008年检察机关要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包括加强法律监督 更好的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深化检查改革 促进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推进队伍建设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自觉接受监督 保证检查权的依法正确行使 特派记者北京报道